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冰城的一个风油的老子汤 很多人都知道 有些不用介绍他自己会来买 如果肚子脏疼就擦在股脐周围 头痛也可以弄一点 弄着这这样子擦在旁边 太阳蟹这里都可以 它也不会很辣 不会讲过到你皮肤烫烫 这样子它不会 那DYD的风油呢 是来自在冰城出产 它是一个有性的嘛 可以吹风 大多数好像比别人一样 抱回来 过来医病 我们都帮它用这个油来 帮它治疗了 它是一个老字号来的 1957年是马来亚的独立年 也是槟城乔治市青草追风油 标上品牌的一年 朱文夫的母亲黄金梭 从中国家乡带来青草追风油的秘方 并在当地悬苦济世 生育渐龙 1957年 朱文夫创设 凤阳府朝阳堂药材店 将母亲的秘方改良后 标上凤阳府朝阳堂名号 很快就红遍槟城 如今她已传至第四代 由第三代猪武中的长女 朱润尼掌管 2003年改以朝阳堂的英文缩写 TYT作为新商标 面向新时代 一开始是我的正祖母 跟我的正祖父 她们从中国 过来马来西亚住的时候 她就在槟城定居 然后她就在她的那个甘邦那边 就帮人家看小孩子 有时候那些客人也会说 我要带一些油回去 我孩子有事情的时候就用 就这样开始 59年前 朱文福继承母亲的祖传秘方 在融合本地的草药配方 钻研成功效更好 也更适合本土使用的青草追红油 第三代猪武中接棒后 她开着小火车 有时是脚踏车 穿梭于大街小巷叫卖 后来我祖父接手这个生意的时候 她就开了药材店 然后她也将她妈妈的那个方法改良 后来我祖父就跟我爸爸两个人 驾着车车里面放了油 就去行村 她通常是爱家还问候这样问 或者是在一个他们巴萨那边 早上的时候就在那边 不至于敲锣打鼓 不过我听过我的祖父晚上的时候 录说 就要来来来 我们这里是冰城来的风油 怎么样好用 她就会录 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她就放 然后人家在巴萨买东西的话 一听到这个就会过来看 然后他们就这样try 赶上时代脚步的不仅是一米糖 今年五十有九的青草追风油 在一九九二年起便已采用现代化机械 一起父亲朱武中接管的时代 第四代船人朱润义与姐姐朱润义两人 对当时的生活细节都难以忘怀 以前就是看他们煮风油 然后有时候我们又去想去帮忙 可是那个炉很热 所以有时候会被骂 可以下来不可以 爬上去那边去搅油那些油 所以大多数我们帮助的就是 他们做了装那个油在那个罐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是帮忙粘那个说明书 然后折跟那个荷纸放风油这样不了 后来做得比较好一点了 我爸爸就自己出 然后油就我煮副主 假如他不得扣 我妈妈就会去那边帮 然后婆婆就做packing比较多 所以那时候我们来的那种纸盒 都是他切片切平了 但是你自己要折的 所以我就记得我妈妈就会煮那个gum 然后叫我们帮忙粘 或者是有亲戚朋友来 大家就围在一起 一边讲话一边这样粘 这个是以前我阿公的手的时候 他们煮油就是用这个桶来煮油 然后下面我们就是放火炭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这边开起来 开了那个炒药我们就放在里面 然后就倒油下去里面 那个火是会给它烧24个小时最少 中间我们会用这个东西插下去里面 去搅那些药 搅给它松一点 然后就给它用慢火 就放在那边给它冷却后 冷却后我们才会用这个东西 把它那个油拿出来 因为以前还有一个桶在旁边 然后那个药渣就直接倒在那边 然后其他的就有三四个 我们就分开了 分开给它冷却 冷却后才可以装在罐子里面 这桌子上的就是我们的蜂游 不同时期的包装 第一代的包装就是玻璃瓶 还有单色的盒子 原因为什么是玻璃瓶 因为当时裙子罐还没有这样流行 然后这个盒子有我祖父的面相 但是它要打平牌 所以当时打平牌 大家都是以自己的面相来打平牌 所以前后都有它的像 一开始的时候 我祖父他已经想好了三大民族 所以我们有Jawi 有印度文 还有我们中文 那第二代已经开始有颜色了 所以它的盒子就有很多种颜色 它要蓝色罐 黄色盖 所以它的纸盒也是以黄跟蓝为主 然后后面它已经加上另一种泰文 转去第三代的时候 那时候我祖父已经开始 不要单单用它的粘了 它就出一个双剑 所以当等第四代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专注 只是不管你在哪里看 你都是看到地外地 这个是我们认定要做的东西 然后后来我们的棺子 还是以我们传统的蓝色棺 黄色盖 只是盖的头换了一点 看起来整体 比较整齐 然后还有呢 我们的那个sticker也比较大了 因为要怎样比更多的资料放上去 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的 这个包装了 五十九年来 老顾客看到这风油老字号 便想到黄色盖 蓝色罐内那清香的草药味 凡有肚痛擦伤时候 大人小孩皆会涂抹在焕处 舒缓不适感 我们用这个塑胶的那个罐 是因为我们的油没有刺激性 所以它不会损伤那个塑胶的罐 因为只是用草药和那个棕油拿去煮过 在1992年吧 我祖父叫我回来帮忙 那时候我弟弟也读完了 读完综艺了 然后我们打算要讨这门生意 他问我们的意见 问我们要不要回来帮忙 这样我们 因为从小就做这些东西 所以叫我回来 我就回来了 也没有说二话 这风油是我们就是全草药来做 所以过程我们是自己了解到 我们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们才会打算再发扬管打下去 从1992年开始 我们就有自己的厂了 然后也跟政府的卫生部 订阅我们的产品 所以那开始我们就去厂那边 就在厂做了 就没有在这边做 但是当时也不是一下子 从全人工到全自动没有 还是半自动 我们会买机器 机器会做那个认识 但是它是 你还是要人工去那边按你的脚 要啪一下 拿它再一瓶 然后又再拿另外一瓶 再啪一下这样的 所以要按人工了 这个生意我们看了 我工作了 做了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接下来 我们应该把它改变一点 所以我和我姐姐就进来 尽量去这样去做 尽量去发阳光大一下 将近六十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 青草追风油 于2014年正式交办给第四代继承人 朱润尼和朱润尼后 他们便开始把销售点放大 瞄准马来西亚全国三千万人口 运作方式 就从当时我父亲必须去到每一个新村 去服务人 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各州的代理商 不过其实我们是很幸运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代理商 就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以前我阿公的时候 就是华人知道了 到了我们的时候 就马来人 印度人 华人 全部都有用了 所以我们是感觉到很骄傲一点 很骄傲然后很开心 我们的产品有这样多人 有在用 骄傲是 这是我阿公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 骄傲是因为 我阿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资产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发扬光大 古曰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就 活在日益月更的时代 宝金事故的冰城风油老字号 运筹帷幄 已准备好突破旧油模式 在下半世纪大展宏图 一个基本的产品 你要保留它更好的话 品质是不能轻松的 你一定要保持那个品质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应该也要跟着时代的转变 你一定要改变 不然你就慢慢慢慢 你就会淘汰了 有时候改变得太快 我们也是怕 所以我们还是 改变中 又要留一点传统的东西在那边 这个产品 是我们很幸运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已经比很多人 都已经轻松前面几步了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 就像我阿公的产品 再做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可以再用它 我们期望我们的青草旧中油 可以销到国外去 以前我阿公的时候 就是在槟城里面门了 到我们现在 我们就东马也有 西马也有 我们的愿望还是 会打出马来西亚 去到其他的国家去 因为他们开始了这个旅餐给我们 所以让我们接下来 来接手的人 其实我们很容易走 因为我们的品质 我们的产品 很多人用过了 他们都觉得说 怎么样 这个产品的好不好 他们已经帮我们做好了这个功课 我们所要做的功课是 怎么样让更多人更容易买到我们的产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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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